中間的民主應該是很適合選擇 不過呢 我們在高雄中 北部的人幸福多 因為已經有點量了 已經很嚇人 如果台北的話 又有電視都實施了 6點20 以前要買 還是1點 你從6點20 以前要買 6點20 我們的意思就比較不會讓人家覺得 假期場會今天非常舒服的事情 所以這是我們的看護生活有他的好處 那他們裡面比較講的 有關於這種取得的一個方式 然後另外一個拿來募掌的是證人 所以這是我們在這談取得 就是我們說呢 我們在談 這部分要開始處理四個階段 而且還在停職的第一個階段 我取得了 取得附上的科目跟他的金額 上個禮拜都講了一些你的方式取得 怎麼都取得 好 第2次考試的時候我們在講的是 主要是你用現金買 或者是你整理取得 或者是你自己借 那你怎麼去認定你的產品 那今天 上個禮拜呢 我講 除了這個 取得這個資產 除了買跟字典之外 還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什麼 讓它交換 另外一種就是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大家 我說過了這些 絕少絕少會有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一些的禮物 千萬不要亂接接的禮物 一些負擔的部分 那當然這些我們在講政府 尤其是講政府捐助的時候 尤其是講政府補助 那就是一定會有這樣的相對的一個要求 或者差的條件 好 那除了此之外呢 我們上個禮拜來講到 很快看過折舊費用的計算 那你提到折舊如果你是 不滿一年怎麼被認定的 有費用 好 那我們也知道了 如果有發生錯誤 好 快進處理錯誤 我可以講 可能會是怎麼前行 之前快進處理有些問題 或者是現在要處理跟進程度一樣 那我們要是去看好 或許會有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 可能是不是之前發生的錯誤 好 那如果是 要錯誤 我們就一定要更正 好 那如果我們現在處理的方式 跟以前不一樣 是因為環境改變 好 所以我原來的估計的方式 估計的內容 有做了一些燈動 這個叫估計變 很好 或者叫估計變動 那估計變動 我說了變動的還是因實 因實因地而至 所以這個變動呢 不是誰錯 不是誰要負責任 所以呢 我們從發現變動 避免重新去計算 變動之後 應該要有的會計處理 好 第三種呢 是會計原則改變 這是我在第二段里頭講過的 如果你的會計原則發生改變 那這個改變 當然有可能是 管理階層人所做的決定等等 那我們到時候舉了一個例子 你說成果的流動 成本的計價方法改變 從平均法改為先進先出 或者是從先出 先進先出改為平均法 這種都是會計原則變動 那會計原則變動 在國際會計準則一開始 它的主張 它的原則是 你要重編以前的財務報表 但是如果你無法重編 那我們只好什麼 根據會計原則變動來 提出你的會計 那這個時候呢 必須去追溯 追溯的時間也不會很長 所以呢 我們就是要去 開始這個改變 我們的反應期間 依照我們的保留意義 就是 所以呢 這個我們也是等待 幫大家復習一下 什麼是會計變動 好 好 那我們看過了會計 因為現在處理的話 現在跟以前不一樣 相同的東西 或相同的交易 現在處理的變成不一樣 那不一樣 所以我說了 我們要去檢討 為什麼不一樣 好 那根據它原因 去做它的會計處理 所以是 你要去判上是會計錯誤 會計變動 還是會計原則改變 好 會有不同的會計方式 好 這是第勢力時期308頁 我們上次舉的是 會計錯誤 做的分證 那接下來我們今天要聽的是 就是已經第一個階段都講完了 第一個階段 應該說第三個階段 折舊的部分已經先提過了 好 因為折舊我說呢 它比較特別的階段呢 我們會 它是放在復活 好 那我們會再以後再說 它以前還是放在第三章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第二個階段 我現在這個資產當中 現在是這個事情 好 現在這個資產當中呢 把基本上你的資產 不用一直用它 不用去管它 不用去做任何的維護它 它可以一直長久下去 等一下想像說你的摩托車 好 有摩托車裡面知道車子 那騎了可能5000公里就換煞車油 騎了可能5000公里就換煞車油 騎了10000公里以後要幹嘛 所以每過一段時間 因為你的使用 你會去做一些所謂的維護 那這種維護呢 我們要先去判斷它維護的頻率 或者是維護的效果 如果它是一個經常性的 譬如說我換機油 2000公里就換一次 不其2000公里就換一次 換一次 這是經常性的 好 頻率很高 所以這種維護 維修 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費用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所謂的維修費 當我換出這個費用的時候 我就把它稱之為維修費用 當期就把它任列為費用 就結束了 那就是有一些的維修呢 或者是維修一些的維護 它可以造成的效率時間是比較長的 好 那譬如說 好 什麼樣的東西呢 維修呢 會造成的效率比較長 好 我們問一下你的同學 你則 可以請說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你有沒有怎麼樣摩托車 可以唷 好 請問一下你摩托車你做過哪些事情 在除了加油之外 在摩托車買的時候 付的價格 付錢 然後平常家有機會 你有沒有 因為這摩托車就 知道這是什麼樣的費用 就是 換輪胎換機油 好 那你多久換一次輪胎 就看齊多遠 看齊多遠 看齊多遠 對沒錯 差不多7千吧 7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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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7千公里的話就是 看他的折舊程度 好 什麼可以 你個人的判斷呢 就看他犯模品了沒 看他犯模品了沒 每個人的使用方式不同 會不會造成他的磨損的狀況不同 會 沒錯 好 譬如說什麼樣的狀況下 容易磨損 基本上是 有摩托車要多聽 而且我覺得你應該是 很有這樣的一個知識 好 什麼情況下 很容易磨損摩托車 除了你騎的禮數比較多 之後會壞 就請那種 路面比較 比較 比較 比較麻煩的一點路面 請問一下 古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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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很不禮貌的路面 你怎麼個不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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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不要讓你快 我還要讓你快 就是用物品 好 好 那有沒有跟個人的習慣有關係呢 有吧應該有吧 舉個例 個人的習慣什麼會造成輪胎的磨損比較嚴重 但我其實很安全 你這個問題可以問李家瑋 我問李家瑋 你要把它回答嗎 張偉 他說要問就會比較辛苦 好 好 因為聽紅燈有關係 有 我聽到我在沒聽過 我會說 你不要跟我一起跟人說 我會說 他有需求多多的交叉 首先你預標選擇過 今天你如果不過有紅燈 後面的預算也是 他會覺得那個紅燈是 他會很想過去 然後你後面還想要搭你 然後你知道呢 你的戀口的轉換 那你可能就從來 但是從來都可能 走六五來這邊煞車了 又衝又煞車 是中間的折承一下 那這可能會上去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不在於說 你的紅燈的多多 而是你開車騎車的習慣 有沒有 也不是 是根據我們的據說 我們一來做選擇的 今天如果我們是在高雄 跟我們一來一樣 你說的我們住在馬來西亞 很奇怪 我沒有吃過馬來西亞 我們在這裡吃馬來西亞 要來吃馬來西亞 越南好了 越南你看過他們的頭嗎 他們都是一個正常形狀 然後他們沒有 他們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所以怎麼樣 然後呢 像他們家就很棒 這輪胎都不用去煞車 你知道嗎 他們就很小 你不用去煞車 你不用去煞車 你就不會 就不會過度蠢動的 所以你看 我覺得這種 很棒 哈哈哈哈 好 其實呢 其實說真的 就是說你騎車 會不會容易 發生緊急下車的狀況 好 那如果 你覺得今天要想 會通過黃燈 彼者的騎車方式 應該就會 我原來看已經 綠燈很久了 應該快要變成黃燈了 所以它就開始減速 所以那個那個路口 就燈燈好 紅燈它就停下來 所以都不會緊急下車 對吧 沒錯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就要談 基本上你的維修 可能發生的情形 除了剛剛所講的一些 例行性的維修之外 比如說換輪胎 它就不是一個常常換嘛 那譬如說 你剛剛講說六七千公里 有可能有些人騎車 它的習慣更好 就是從來不如騎車 這個 做人的危險動作 所以不會有 發生幾乎下車的狀況 所以它的輪胎的 耗損的情形 會比較長久 才會有需要換輪胎 那總而言之 不管你的騎車 騎車習慣是怎麼樣 可是你換輪胎 畢竟不會是一個經常性的動作 好 所以這樣的一個換輪胎 我們就不會把它當作是 進行性的維修 因為你換一次輪胎 可能你可以用個兩年三年 或者是你想用這個車子的話呢 可能時間會正常 不過輪胎是很常 時間經常會很廣 所以我聽那個 我修修長講說 不是你都很少開這個車 它就可以比較廣 可以像你一樣 好 所以 重點就要談 像這種不是經常性的維修 在我們的會計處理上面 我們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好 其實我剛剛一直在想喔 為什麼很多同學 把會計當作是一件很難的東西 好 事情會把它想成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好 那 我就想到剛剛昨天 剛好有位同學問我一個問題 好 我要請問一下同學 你的看法是什麼 好 他說呢 林安呢 他從銀行存款裡面提了一百萬 然後呢 又跟那個 又跟 又跟他的朋友借了五十萬 成立一家公司 請問一下 你的會計計量 他說他問了八九個同學 當或許可以拆擠 還沒有重複喔 我曉得貼寫 八九個那你都寫成了不同的八九個分路 好 八九個不同的分路 所以 請問一下喔 你出這樣的例子 這樣一個交易事項 你會怎麼做 我再重複一次喔 我說 他說 林安從自己的銀行存款帳戶裡面 領了一百萬件 然後呢 他又跟他的朋友借了五十萬 成立一家 領個單的公司 這個事件 是不是一個會計事項 我們說 他是不是一個會計事項 你要先去判斷 他要產生權利利物 有沒有發生收入費用 會計股大像次有沒有發生變動 如果有 他就是一個會計事項 好 所以呢 這件案例 這個交易 他是不是一個會計事項 就先問大家囉 我想產生權利利物 應該是沒有位置到 至少從零到無油 一家林安公司出現了 好 所以基本上 你現在是站在林安公司 去做他的會計帳 所以你現在要搞清楚 你現在幫誰做 好 你是幫那個林安個人做呢 還是幫林安公司做 那如果你是幫林安公司做 這個快速分錄 這很簡單啦 因為我們一開始 出賣影片的時候 就講過這樣的一個交易事件 某某人出資多少 然後成立一家公司 現在只是做了一個條件 好 那也敘述比較完整 他這個100萬是我哪裡好 從他的銀行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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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寄了一個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幫林安公司智商 你會怎麼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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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想想看 你會怎麼寄 我會舉這個例子去說 其實我們碰到很多的事情 不是那麼複雜 也不是那麼困難 不是你把你自己的角色 把權力列入 把關係搞清楚就好了 這是一定要做到的 這是第一個 你聽說一下學會 為什麼我說 我們讀大學呢 其他學會判斷 能不能分析 這不是那意思啊 其實它是很簡單而已 所以我把它寫出來 林安公司 林安自個人 樓下 您将朋友介绍五十万 审订我做的 您按摩 您做这件事情 好 众府 来 您写一下 对 刚才 你进来以后不开始 不想讲这个安逆了 我先写上面了 假设您在说心不心躁 还没听见比较 我写在上面 我找两个东西上来写 你现在是林安和老师的 派遣远员 你要怎么写 你现在跟课本没关系 我们现在讲过境资产 我现在就讲这个东西 就是告诉你说 你怎么去做 派遣帐的时候 请先去深细一下 先去了解一下 好 你上来写一下 如果你是林安公司的 派遣远员 你怎么做 徐月灵 你写另外一本 或是写另外一本 你也写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写 怎么记这个账 你可以写 索列的写 你不要跟他影响 写一下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我条件都写得清楚了 你现在是 我跟你讲的是 我说你现在帮你 看公司 我带自己 我选了那么久的困批 现在快一年半了 好 这个比较简单的 我总是知道怎么做 那我再找两个同学上来写 如果你是林安客人 你要葬要怎么记 和生娘 来你写一下 如果你是 就这个案例 如果你是林安 你要怎么记 地平常 潘雨晨 来了吗 潘雨晨 你没来 王冠奇 你还没有来 你还没有来 好 好 来 那你 你也写一下 那个 我生娘写 那个 徐岳源 他好 然后 外形写 好 如果你是林安 各业 可以自己看一张 你有眼睛 我看不出来 好 好 因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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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